总多样,一个演员也不累,总是试验一准类型的戏,有挑战才会有突破,从攻系列到步步精心,真缓转到现在备受期待的主义传,轻装戏一直是一个不摔的题材,轻装戏的男子发型和其他古装剧有着大不同,轻装戏造型对男演员的颜值也是非常大的考验。 小编发现男生陆哥演过很多古装戏,但人物设定都相差不大,而且陆哥没有演过轻装戏,就像他恒少和少演冰淫一样,这个问题让很多人疑惑呀。 陆哥的好朋友霍建华演如意状造型出来,证明了少了头发对他颜值并没有减分的影响。 看到霍建华演清潮题材的戏,不免设想如果陆哥演清潮题材的戏,他的造型是否还会一般的帅气呢? 狡猾单疼也因为脑龙太大,所以轻装戏造型不太好看,也因此讨厌不演轻装戏。 那么胡哥呢?很早一天胡哥就这么说过,不演轻装戏的言语,他说自己的头不够圆,胡哥对自己的轻装造型形容得有些夸张。 胡哥本身头发比较浓密,老实所看着胡哥一头浓密的头发,去想象他半光头的样子也不容易,尤其看着他上面有刘海的模样。 胡哥小片的是整排张,以至于胡哥脑袋半光的造型,不过看起来也没有胡哥自己说的那样夸张,颜值还是在线的。 也知道胡哥演技情东西会是怎样的呢?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呢?欢迎留言,感谢收看。 发现没有的 POLNAM吗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